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過那個 因為俄羅斯也有佔領那個 札波羅斯跟赫爾松啊 對啊 所以那個往上還是碰得到 對 不過這 我真的不知道他的用意啦 對啊 打那麼勇敢 不是本來就是他合的這一邊 那就天然將界 這合理啊 是啊 我 我是懷疑 因為如果說他們是自剛重症 那是不是有 軍需的提供啊 這個我們不知道啦 不然就 戰術上打那邊實在是很奇怪 對啊 真的很奇怪 所以可能是一個 因為烏克蘭要做炮彈 總要有鋼吧 我不知道 那應該 他目前這種工廠應該會拉到烏西吧 因為烏東都已經被佔領了嘛 這我們只能夠推論啊 我們不知道實際狀況 是 不過打那個地點真的很怪 我覺得目前的局面並沒有太大的變化啦 嗯 那個做民調都沒有意義啦 因為 這個局非常清楚就是 呃 這個俄羅斯10月1號 要把烏軍從這個庫斯克趕出去 對 然後洪軍城 跟特列柏河以東 他能夠打多少就算多少 是 那其他就是在等選候了 還有冬天啊 嗯 就是 因為俄羅斯這個烏克蘭這一帶 冬天之前可能會下雨 那可能會變得很泥泞啊 那也不好打 所以我認為 之後可能就會進入一個 比較 就是不密集的狀態啦 嗯 就是 然後就等那個美國選後 看美國怎麼想吧 嗯 大概是這樣 因為我認為 目前你也看到 幾個比較大的動作啦 比如說 歐洲 這個馮德萊恩宣布嘛 要給烏克蘭350億歐 對不對 那美國跟英國宣布 要給烏克蘭15億美元嘛 嗯 那那個350億歐是要幹嘛的 嗯 我認為是 要去幫他修復電廠的啦 嗯 這個還談不上重建啦 因為 重建可能整個要5000億啊 可是350億就是 因為快要進入冬天了嘛 你烏克蘭至少要能夠撐住啊 是 那目前可能有很多 毀壞的公用設施要趕快修復 那美國跟英國提供了15億美元 我認為大部分是要付薪水 然後就是 鞏固兵員啊 讓那個士兵不要散掉 所以我覺得我們現在看到的動作 大概都是 就基本上就是這些動作啦 顧本 那至於雙方會互轟啊 你說什麼 哎呀炸到一個大的軍械庫啊等等 這個都是個別事件啦 嗯 我覺得對於大局沒有什麼大的變化 大概是這樣 那 中國跟俄羅斯也是一樣 我認為還是一個 稍微穩定的狀態 只是 看得出來俄羅斯比中國要積極很多這樣 喔 因為俄羅斯急著要到亞洲來嘛 嗯 那 所以他就希望跟中國 這個同盟的事態越來越明顯 喔 所以你剛剛 我們那個前面那個題目你才會看到 他既然把台灣列為 也是列為那個敵對國 嗯 這個 我覺得他就是故意要表達一些善意啦 那 猛靠猛靠 說我是跟你站在一起的這樣 嗯 那中國大陸比較謹慎 說了如果真的要賣的話 也許啦必須要拆掉部分業務 才能夠讓監管機構能夠去核准它 不要讓它變成另一個巨頭 那我就想要請教一下亮哥你怎麼樣來看 我們從中美的經濟工作會議來看的是 兩邊關切的不一樣 但是都認為要持續對話 我覺得這個跟那個 戰區對話 一樣 或者國防對話一樣啦 就是 表示我們有在交流 可是沒有實質性的進展 這個 不過倒是美國 決定要再加那個稅 我覺得裡面最值得注意的是太陽人 就是 美國如果決心要這樣做 那他未來很簡單的成本 可能會是全世界最貴的 因為歐洲也沒這樣幹 就只有你這樣幹 那你一定會增高成本的啦 你再怎麼樣 30億美元能幹嘛 30億美元要浮導美國的太陽人業者 這個非常有限 因為美國大概 這個領域它的全球市佔率不到10% 所以你如果真的就是對中國的 那給予50%的關稅 那你就是墊高你的整個氣候變遷因應的一個成本嘛 那 反正如果川普當選他也不玩這個啦 川普搞不好又退出氣候變遷論壇 有可能 對啊 所以反正再看吧 那我覺得歐洲跟中國大陸現在又卡住了啦 是 表示歐洲內部真的有不同意見 比如說馮德蘭 馮德蘭大概就是比較鷹派嘛 那就是堅持一定要對中國 至少要35%以上的關稅 那可是有個別國家跟中國談妥的投資計畫 這個其實歐盟 我也早在這個節目講過了 我認為歐盟就是一個很難搞的單位 就如果歐盟有推出什麼 那中國要搞定所有的國家真的是難度非常高 所以你看那個包括李強啊或者習近平 他的高峰的會面都是雙邊關係嘛 事實上對歐盟他們也不抱太多的信心 那問題是這個是歐盟的東西 是啊 所以我認為會糾纏蠻久的 就是這樣 因為歐盟你想一想嘛 有波羅的海國家 然後還有北歐國家 那都是比較親美的 所以真的很難搞 那至於那個高通跟英特爾 我認為這個本來就不會過了 可是有可能是高通在耍炸 因為我如果在市場上放出這個消息 那人家就知道英特爾不好 那他事實上不是要買英特爾全部 他是要買英特爾部分公司 那如果 因為我跟你講這還牽涉到反壟斷 那中國大陸也有話語權 我認為他反壟斷的部分一定不會過 太大了 所以到最後破局的時候 英特爾的股票就會再跌 然後高通再說 更好買 你如果其他那個要不要賣給我 我覺得他應該看重的是 英特爾的部分公司 而不是全部 那這個就有一點 反正讓市場知道 事實上英特爾現在的 他的營收還比高通還要高 可是他已經 他已經經營得非常糟糕了 所以股價大跌 員工也做了一步 必要的裁員 那現在坦白講 他真的相對於台積電 被甩太遠了 可是高通還有部分的晶片 他是可以跟台積電來對抗的 那英特爾是完全沒有辦法的 清算之陣是不是也預告了 接下來衝突只會越來越大 以色列雖然否認那個通信爆炸是他幹的 可是全世界沒有人相信 事實上連紐約時報 看到猶太人主導的報紙 第一時間就說是以色列幹的 所以那他為什麼不能承認 因為這個承認就是戰爭罪 他這個明顯是違反了戰爭法 所以他不能承認 可是當初你怎麼會有這個計畫 因為據了解摩薩德規劃 這個所謂的供應鏈攔截 已經超過十年了 那這一陣子的部署就是 跟黎巴嫩做正常的交往 大概有兩年多了 所以等於是他把這個計畫叫按鈕計畫 就是觸不及防什麼時候出手 那出手就是要攻打正主黨的時候 所以這個就是他原來的計畫 就是我出手造成你的混亂 那指管通勤一下陷入斷線 那一大堆指揮官都被打死或受傷 那這個時候趁勢攻擊 那他的目標是什麼 安理會有開一個會 那以色列在那個會上就公開講 他說我們北部的居民要回去 我們要爭取一個緩衝地帶 意思就是 離南地區的珍珠黨請你離開 就是這樣 他也沒有要真的打到貝魯特 沒有 因為你會開會人家就問說 李色列你到底要怎樣 你這個要怎樣上後你怎麼結束 那他當然不能承認那個通信爆炸跟他有關 可是他講的邏輯就是 我們北方的屯坑區的居民回不去 因為那個地方太容易被炸 所以我必須要弄出一個緩衝區 那緩衝區當然是在你那邊 怎麼會在我這邊 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坦白說 真的是沒什麼好講的 就是打了 我真的找不到別的邏輯 那你去想一想你如果是 珍珠黨 珍珠黨是比哈馬斯要強大的 雖然他一下受挫 可是這個並沒有損害他的基本的戰力 這個只是一部分 一些人要調整一下 我聽說他跟大陸下機單 急訂一批華為手機這樣 因為現在 比較不會被檢控 海蘭達的對講機 華為的手機 他用安卓或者IOS的手機怕洩密 他用其他的那個通信怕被炸 所以他會怕 所以他現在覺得大陸的最安全 就是這樣這沒有辦法 反正大陸就透過伊朗過來 很多方法 他這個只要手機 對講機回來之後他很快就整頓了 那本來那個珍珠黨 知道珍珠黨就像個正規軍 所以他絕對不是閃兵游泳 他是真的會打仗的 骁勇善戰 至少就是個正式的軍隊 所以現在大家比較擔憂的就是 會不會有地面戰爭 因為現在還基本上都是空中的 空中交火 可是會不會有地面戰爭 這個也有人評估過地面戰爭 所以以色列也要死傷不少人 因為對方就是一個正規軍 而且這一次你想一想 你給他那麼大的驅入 而且怎麼樣他是 既感到驅入又感到非常的憤怒 所以這種氛圍下 我是認為很難避免地面戰爭 希望能夠擁有更多的彈藥 烏克蘭的國防部長甚至講到了 他們已經達成協議接受 換上2000戰鬥機 目前正在談判購買瑞典製造的 JAS-39戰鬥機 跟EF-2000戰鬥機 而澤蘭斯基將再到美國去 尋求解除武器的限制 俄羅斯媒體就說了 他其實是想要去告訴大家 美國現在還是支持他 尤其他還可以進入白宮 想要告訴世界不要再小看烏克蘭 不過我們要先問一下這個論哥 你怎麼看烏克蘭現在 好像這個戰線要要守 真的是非常困難 因為俄羅斯已經越打越猛了 這個澤蘭斯基去美國 就好像宋美齡19431948各去一次美國 第一次是非常風光的 那接下來就沒人理你這樣 那現在美國為什麼還是給他一定的面子 因為美國自己在選舉 11月5號之後 你看看澤蘭斯基還能不能去美國 或者美國還會給他一個排場 那宋美齡1948年去美國 就發現他的老朋友都不理他了 這個政治是很現實的 我覺得這次他去美國 美國大概就是要知道 就是想要confirm 就是證實他們所確知的 是不是真的啦 因為美國總統一定會有人幫他做簡報的 那一定會知道烏克蘭的戰況 那我坦白說 我看到了美國的軍事方面的專家 都認為非常悲觀 這個澤蘭斯基說 庫斯克我們還不能夠說是對還是不對 他在講吧 人家都已經打到你蘇梅來了 蘇梅是烏克蘭 不是庫斯克 那普丁普丁下的命令就是 10月1號要把烏軍趕走 那今天是9月21 今天已經23了 那你就再看一個禮拜 所以我是覺得 這種東西戰場是很現實的 那美國當然有他的情報來源 包括你敵前逃亡有多少兵 這美國也會知道 還有最近為什麼急著給你兩筆錢 比如說美國跟英國給他15億美元 那冯德蘭在歐盟 也說要給他350億歐 這個事實上大家都知道是幹嘛用的 比如說350億歐 大概就是要讓你能夠撐過冬天 對 不然你那些公用設施受到大量的損害 一定要修 那會凍死 那15億美元我估計是來付人事費的 那他現在來就是在求美國說 你可不可以讓我用各種武器 這大家都知道 美國難道不知道嗎 他和談好像越來越無望的感覺 普丁去接啊 烏克蘭現在和平峰會 他已經鬆口了 說他希望普丁可以來參加 那你記不記得第一次開會的時候 他不讓普丁去啊 那中國大陸不是很尷尬的去了 那中國大陸當然知道不會有結果吧 那那個時候整個態勢對你還沒有那麼不利的時候 你不讓俄羅斯派代表來 那現在局面對你這麼不利 你說我希望俄羅斯能夠來參加 然後普丁說我現在拒絕他 因為普丁啊 你打了庫斯克 他已經重新定義這個戰爭的性質 他說這個就是恐怖襲擊 所以我把你趕出去之前就沒得談 目前就卡在這裡 這個狀況真的是 目的應該是趕到爆炸吧 沒有啦那個民主黨看到這個鏡頭一定說 還好不是他選 我覺得美國很奇怪 他不斷在凸顯 2027是最危險啊 然後所以台灣要趕快提前部署嘛 所以台灣就買了很多武器 可是你講的嘛 已經累計到200億美元的軍備都還沒交 而且裡面有很多是最重要的軍事資產 比如說F16V F16V可能要到2026年才會交完 那你66架要成軍 2027就有人上戰場 所以你看啊 他2027這個最危險的時間已經列出來了 這2027也不是空穴來風嘛 因為習近平就是那一年要卸任嘛 所以這樣的估計 也有他的政治上的道理 還有另外就是 包括大陸的軍 建軍到了什麼程度嘛 我覺得大概是根據這兩個時間點 在做評估啦 那結果呢 俄烏戰爭一打 優先支援烏克蘭 對 中東戰爭一打 優先支援以色列 所以你真的有把台灣放在心上嗎 所以你才會看到 有這麼多重要的軍品 要嘛就是還沒給 比如F16V 要嘛就是給了 而且有飛彈還沒給 給一半 給一半 就是這種情況 所以也難怪會有越來越多的 懷疑論出來啦 可是 我們賴總統 要求我們不能疑美嘛 所以我就 我就不要講疑這個字啦 就是說 怪不得人家會有越來越多人感到憂慮 憂慮 不是懷疑啦 憂慮 就是說我們 你軍備總要交給我們 不然我們怎麼練兵啊 對啊 對不對 上手也需要時間 當然啊 對啊 那個飛行員我們 張副司令在這裡 一個飛行員 不是說 你學會開車可以上路耶 你要變成職業車手 才能作戰 這是完全不同等級的 對 對不對 所以你看嘛 你看美國就出現各種聲音 比如說我們用2024的預算 2024美國照艦是9艘軍艦 這已經嚴重落後大陸了 那9艘到底有沒有落實啊 我坦白說啦 就是美國的造船能力出了嚴重問題 他可能在各方軍備的製造能力上都出了問題 所以就很多東西都遞延了嘛 對 他事實上優先給烏克蘭也沒有給足啊 力量還是不夠啊 所以我覺得種種的問題 恐怕是美國自己出了問題啦 說是以色列這邊派過來的 涉嫌要來顛覆破壞國家安全 所以你看到這個地方 真的是火藥庫耶 一點就燃 來請教亮哥怎麼看 大陸國安部做這個公布啊 是蠻奇怪的啦 對啊 而且他並不是沒有舉事證 他說這個團體自己叫做匿名者64 就是選那個anonymous 然後攻擊國防軍工航空航天 能源基建 他是有舉例的啦 那包括網絡攻擊跟竊取敏感數據資料 其實如果台灣的這個支通軍啊 這麼厲害 也是一種成果 這個東西是這樣 就要好你被逮到了 被發現了 然後我覺得這件事情比較特殊是說 他發現了 然後他決定用成都的那個 法條 來對你提出警告 他把你列入未來成都的那個法律 那他們會怎樣 他們就不能去中國而已嗎 就是你會被通緝啊 這個就跟那個楊智元 楊智元不是被判刑 不過這個真的很罕見啦 因為兩岸的包括外交啦 軍事啦 現在目前本來就是敵對的 那我們的軍方 也會對他做一定的動作啊 對啊 那難道你也要去查是哪個人開飛機嗎 是啊 哪個人開軍艦嗎 對不對 所以我認為他基本上 比如說什麼飛空軍海軍 基本上靠近不了他嘛 可是支通軍 我認為一定有做一些事啦 嗯哼 不然他為什麼特別點名 嗯哼 而且他最可怕的是 他點出三個人啊 還貼出照片欸 對啊 我們是把他做了馬賽克 三個人 把他名字給 而且三個人看起來都蠻年輕的 就軍人嘛 不我知道啦 所以說他怎麼知道是他們 對啊 所以IP就追到你的位置 嗯哼 然後還查出 就是這三個人 中間還以為是女性 不是 你也不要低估女性 女性也很厲害啊 我知道啊 我說明明是女性 對 就是他追到你的IP位置 嗯哼 我跟你講他如果敢登出照片 一定是查了很久 是 不然這不是這樣就被串幫了 對 那比較詭異的是我們的回答啦 我們的回答說 這些都是非事實 對 是他們在侵擾我們 我們哪有侵擾對方 對 我們就這樣講 對啊 那我們的自動軍從來不侵擾對方 那自動軍是要幹嘛 那建這個幹嘛 對啊 浪費錢 自動軍不是就要常常去 對方的晚上逛一逛嗎 是啊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件 事實上我 我今天看到朋友傳給我說 我們官方說這個是非事實 對 那我就問他說那什麼是事實 嗯哼 我們為什麼不說清楚 嗯哼 你的意思是 大陸國安部都全部都講講假 還是說抓錯人 哈哈哈哈 對事實到底是什麼 我不知道啊 那抓錯人我們這邊也可以說啊 說沒這件事 等等 這個 那個 我覺得會弄到 就直接說是 而且是成都 有史以來第一次 對 就是對我們的 我認為一定是有進入啦 然後做了某些動作啦 然後他們很介意 嗯 他們如果不介意幹嘛做這個事 對 對不對 我們的海空軍 有時候也會接近啊 他連理都不理你 對 對不對 為什麼我對這件事情很介意 嗯 我認為 一定是達到了某種效果啦 嗯 所以他在警戒你 就讓他生氣了 嗯 說你再來試試看 我可以找到你是誰 那這三個人 如果退伍之後 假設退伍之後 會被 也是一直被通緝著嗎 你這個就好比問說 王定宇敢不敢去香港 這同一個問題啊 就不知道會怎樣 對啊 這是同一個問題啊 嗯嗯 然後我認為台積電投資阿聯酋 那是假新聞 假新聞 對啦 這個是華爾街日報寫的呢 華爾街日報也常寫錯新聞 可能就是去了一下這樣 你想一想吧 阿聯酋的工業產值 只有540億美元 嗯 你去那邊要怎麼找員工啊 怎麼找供應鏈啊 嗯 我覺得這個距離投資太遠了 嗯 現在看起來焦灼 澤倫斯基又要用 政治跟外交的手段 來尋求幫忙 他飛到了美國 現在此刻正在參觀 美國的炮彈製造廠 並且也即將出席聯合國大會 那澤倫斯基自己的說法是 他會去拜會 拜登跟賀錦麗 要討論什麼 他要討論 並且提出 烏克蘭的勝利計劃 請教亮哥 怎麼看 這個俄烏戰爭 從他一爆發到現在 已經這麼久的時間了 看起來 還是焦灼 遙遙無奇啊 沒有 不是焦灼啊 烏克蘭在敗退中啊 嗯 我覺得烏克蘭 烏克蘭只有兩種選擇啊 一個是輸的比較慢 還是輸的比較快這樣 他大概只有這兩種選擇啊 那澤倫斯基現在人在美國啊 他剛剛做了一個發言啊 說要烏克蘭付出代價來求和平是不可能的 意思就是他不願意這個 烏東這邊 不是 他不願意用線狀停火嘛 就俄羅斯不撤軍他不接受啦 問題是你還有喊架的權利嗎 那他的和平計劃是什麼 我看叫做和平幻想計劃吧 你有看到西方在討論嗎 我沒有看到坦白講我一天 閱讀非常多的英文媒體 我沒有看到任何一個嚴肅的英文媒體 在討論哲倫斯一體的內容 嗯哼 表示他根本沒有內容嘛 他的內容就是拜託你來救我好不好 就是這樣而已啊 他哪有什麼計畫 要錢要帶用 對啊 就是什麼都沒有嘛 就是我需要錢啊 要付人事費啊 我會使用美國那個遠程武器 都是這一些嘛 可是事實上 這個艦長比我懂啦 就是軍事專家都認為 你用遠程的導彈也不可能逆轉勝嘛 因為逆轉勝一定要有地面部隊嘛 要有地面大規模的作戰 他事實上庫斯克那一些烏軍已經陷進去了 他現在退也不是 進也不得 然後俄羅斯用三到四倍的兵力把他圍起來 目前的狀況就是這樣 然後你剛剛也講到紅軍城已經陷落 那紅軍城陷落之後 你還要擔心的是俄羅斯下一步要幹嘛呢 因為這個城 它是四條公路一條鐵路的浮湊點嘛 那接下來他如果要再往 再往西打 他是不是要打那個 那個德內博士啊 如果從那個德內博士如果真的又被打下來 他往上基輔 沿著德內博河上去只有480公里 所以我跟你講他已經在亡國邊緣啊 很不妙欸 我跟你講這個才是真正的描述啦 亡國邊緣 他已經在亡國邊緣 大會 這沒有意義嘛 這個就是你去求救 問題是你的實力在哪裡嘛 宋偉林1948年去美國的時候 就發現跟1943年去美國 完全兩種待遇嘛 那個時候中國是什麼狀況 蔣介石要下野 李中仁要上來 李中仁想要和談 然後老共不理你 就是這樣啊 我跟你講 烏克蘭現在的狀況 他就是要 這個美國必須要做決斷啊 因為我看到卡內基和平基金會 他做了一個民調 烏克蘭的民眾 要他們犧牲領土啊 就是現狀彈劾 65%反對 烏克蘭民眾也不要啊 軍方90%反對 我跟你講這個最麻煩就是軍方 因為只要戰爭一結束 這個軍方就一無所有 所以軍方也不想要結束 軍方當然不願意結束啊 他現在的薪水是零美金耶 他怎麼會願意結束 那他如果一結束 請問他要去哪裡 他搞不好就沒工作耶 因為你到時候 軍人不是就要裁編 不然你要怎麼弄啊 所以我跟你講這個困局 哲倫是做不出決定的啦 因為他內部一定是強硬派 還有這個唐河派 攻擊無人機 強調說呢 是在中國的專家協助之下 研發是非最新的一款無人機 那這不就是又講說 是有中國的因素在介入嗎 王毅在建議歐盟外長的時候 就直接講了說呢 指責中國的這一些都是別有用心的 他強調中國始終的是客觀公正 希望局勢降溫 有人指責他們 那個叫做別有用心 請教一下亮哥怎麼樣來看 國際間的局勢 原因是因為本來呢 一場戰爭 大家看到加沙走廊這一邊 快結束了吧 怎麼越打越激烈 現在變成了以離的跨境交貨 不過加沙走廊確實快結束了 那以色列 其實以色列這次在加沙 還有在黎巴嫩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 他在加沙就是 他把那個廢城走廊給佔領了 然後重兵駐守 撕毀了1975年 他跟埃及的那個合約 因為他認為沙沙走廊 廢城走廊交給埃及住房 從來沒有擋住哈馬斯的滲透 那這次黎南也是一樣 因為黎南在2006年 以色列沒有打贏 結果就把黎南交給聯合國違和部隊 那以色列在抱怨 說聯合國違和部隊到現在 根本就把黎南地區 都被黎巴嫩珍珠黨給佔據了 所以這一次我覺得他是完真的 就是他要把黎南打出一個緩衝區 然後可能是30公里到50公里 那比照加沙全部乍平 逼你後撤 所以你就看到黎巴嫩很多老百姓 都被迫要離開黎南地區 那為什麼他要這樣做 有兩個目的 第一個是要讓 以色列北部屯肯區的居民可以回來 然後以後比較不會遭到攻擊 那第二個就是要徹底 讓黎南這個地方不再是真主黨的勢力 那他以後就會派重兵在這邊駐守 那簡單也就是跟聯合國說 維俄部隊沒有用了你們可以回家 而且維俄部隊現在剛好輪到中國部隊 是啊 他連中國部隊都照炸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國家已經什麼都不認了 他要的就是他的短期內要得到兩個緩衝區 那接下來 我覺得他對加沙的統治也會是這樣 比如說 那個Gaza City 那個是人口最多的地方 那可能會讓以色列的屯肯區的人進來做屯肯 然後他就會在Gaza City的周邊 弄出一個緩衝地帶 一樣也是重兵防守 我覺得他大概都已經設想好了 他根本沒有要撤軍 那也沒有要把政權移轉給哈馬斯 或約旦和西安的巴勒斯坦的政府 所以你就可以理解到這個注定就是 全世界沒有人會支持他的做法 所以黎巴勒這個正主黨的反攻是早晚而已 因為這個沒有人會接受的 那就變成他等於是自己要面對一個長期的消耗戰 因為他等於是一個國家同時對抗七個國家 因為你如果把夜門的胡賽武裝也算進來 就是一圈 然後哈馬斯 約旦和西安的巴勒斯坦政府 伊拉克、敘利亞 然後黎巴勒、珍珠島還有伊朗 你全部算起來 等於他以色列一個國家對抗七個國家 那這種戰爭是不會結束的 因為人家不服嘛 不服你這樣的一種計劃嘛 所以連美國的專家都認為 這個是一個短多長空的計劃 你並沒有一個真正能夠善後的局面 我成功的留任下來了 是不是在這一局讓他又回來一點點信心 覺得其實也沒那麼糟 不啦 因為這個是現有的議員投票嘛 這跟下次選舉是不一樣的啦 是 他還是註定要下台了 那政黨民調那麼低 因為你這個是就現有的議員結構來投票 那當然不一樣 他民調落後太遠了啦 跟那個德國社會民主黨差不多啦 基本上都一定要下台的啦 所以這個人就不用討論了啦 因為也做沒多久了 這個 那 我覺得 這個新疆喔 我是沒有去過啦 不過我跟你講新疆有將近 45個台灣大 他佔中國的面積是六分之一啊 所以你去想一想嘛 就是 我知道那個經濟是北疆比南疆要好很多啦 是 所以這個就是你如果要克服區域的不均衡 是必要做的工作 可是成本極大啦 就是 這個這個當然就是 他真的是下了決心啊 要讓南北能夠貫通 那很多才能夠引入嘛 那 事實上坦白說啦 你看他前面 在處理青藏鐵路 處理雲貴還有四川 事實上都花了非常大的資源啊 就是希望把大家都拉在一起 其實這個就是扶貧 你一個地方要發展 你先把交通弄起來嘛 那接下來各種 因為我知道四川有一些地方 電商根本就到不了 那 中國大陸最厲害就電商啊 所以如果有很交通可以克服的話 那很多型態的商業就會開始出現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下了大決心啊 那至於美國喔 他在跟新疆這個制裁的過程當中 他現在逐漸面對了一些難題啦 因為新疆真的有太多的產品 都佔中國大概將近50%以上 所以你去想一想這是多大的產量 所以你很多都會卡到啦 比如說棉花啦 番茄醬啦 太陽能板啦 很多啦 那 甚至於連現在那個 我說不是養鮭魚嗎 對 他現在都快要超過挪威啦 就你難以想像的 因為他實在太大了 你要用45個台灣來理解他啦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他這個地方 因為長崎 他那邊本來就只有一個生產建設兵團嘛 那當他要開始 得到中央政府的更多的資源 來做更大規模的開發 那很多產業或者是農產品 或者甚至是魚啊 就開始他就化地 然後就開始大規模的發展 那目前看到成果都相當驚人 是 他事實上GDP的成長也非常的快 所以 所以我覺得中華道路大概也發現了啦 就是只有把經濟弄好 那新疆的分離運動 還有當地的那個伊斯蘭的恐怖的這個萌芽 才能夠真正有效的化解掉 意義非常的複雜 是 坦白講他經過的 他一開始就射高嘛 就射到150公里以上 甚至那個高度可能要到三四百公里 所以已經不再領空了啦 領空是100公里嘛 所以他基本上是不用通知的 他可能對淡早點的地方要通知 可是 他的 那個飛行的過程 如果都是在150到400公里之間的高度 那基本上對於飛過的國家不用通知啊 這跟射人繞微星一樣嘛 那 他是不是有告訴美國啊 這個真的不知道 我覺得美國應該也測得到啦 可是因為美國新聞做很大 對 因為過去大陸都是往內陸射 是 那射高嘛 然後去折算整個那個洲際飛彈的射程 那他這個是 射到這裡事實上 就是第一次往這個南太平洋射啦 對 那那個落點就已經距離紐澳就比較近了嘛 嗯 所以他們當然很有感啦 就是淡早點 而且這個 這個洲際導彈一般預期可能是東風41 嗯 他是可以有多彈頭的 而且 都是核彈頭 嗯 所以這個當然有他的意義啦 啊 而且他為什麼要做得那麼白啊 我覺得他做那麼白啊 就隱含著 欸你們是不是都忘了 我手上的工具很多啊 忘了我這個技能 那你們還要在第一島鏈第二島鏈 這樣硬著搞是不是 哇 那結果你 接下來你就看到 日本紐澳的海軍的軍艦 通過台灣海峽 我認為這個就是美國 鼓動下的報復 就是你要來嚇我 我就表示我沒有被你嚇到 嗯 所以我認為這兩個動作是連動的 哇 那 那這個當然就意味著 目前大家的關係都非常不好啦 實際上我跟你講啊 現在 是兩岸關係很不好 嗯 朝野關係很不好 嗯 中美關係也非常不好 那中日關係也非常不好 啊 尤其日本現在在選總理啊 啊 那高市藻苗在地方議員的票數是 飆啊 超過小圈啊 喔 那高市藻苗是超級強硬派啊 所以我跟你講啊各方的 各方現在目前看起來 就是這裡真的是有一點緊張的火藥味道啦 嗯 所以 我才說 這個時候 做為比較小的國家的台灣啊 最好燒彎物灶 不然我跟你講 不會有好果子吃的啦 嗯 不然他幹嘛去 公布你的網軍呢 我的意思說 最近啊大家火氣都很大啦 啊 那 你動作太多啊 你可能會倒楣啦 嗯哼 我也看不出 像賴清德做這些動作會有任何結果啦 那既有報告決議那請美國提案嘛 既然美國跟荷蘭 澳大利亞 都通過這個決議 那請拜託你們在聯合國提案嘛 保證不會 那我們這邊也去 不用保證 為什麼不等於外交政策 所以講白了嘛 他們把27582決議拿出來 在全世界上 當個文宣 來惹怒中國 那實際上都不等於他的外交政策啊 嗯 不然你回去修你的建交公報啊 嗯 請美國 荷蘭 澳大利亞 回去修你們的建交公報嘛 把one china policy刪掉嘛 你們為什麼不刪 所以我覺得這種東西啊 看得懂 國際政治人都看得懂啦 那賴清德基本上是做大內宣啊 嗯 他也知道在國際上不會有作用啊 我講說哎呦這個 顯著的差距是不是也代表說 我們現在美國 在這個軍事上面的動能也好 或者是實力也好 欸已經被中國大陸遠遠超越了呢 我們來問一下 亮哥怎麼看 我這個日本軍艦據了解 而且他們跟那個發射洲際導彈的時間幾乎一樣 那他們並不知道要發射洲際導彈 嗯 所以日本有點向美國抱怨啊 所以你為什麼沒有跟我講 嗯 事實上美國有跟澳大利亞講 因為中國基本上只跟武昌做通知嘛 這個是武昌的默契啦 就是有核彈的國家 那你要試射你就會跟 美國俄羅斯英法通知 可是美國並沒有跟他的盟幫講 嗯 據了解有跟澳大利亞講 所以紐西蘭也知道 因為日本那個三艘軍艦進來 是日本先進來 然後澳紐再進來 喔 那日本事實上 內部也有一些人在批評啦 嗯 所以你怎麼會笨到用這個時間進來呢 喔 那你這個這個額外深波啦 嗯 好像 我是好像故意在反制你 是不是 事實上中國大陸射遠程洲際飛彈 跟日本一點關係都沒有啊 嗯 因為 第一時間 那個飛彈就已經超過領空100公里啦 對 所以根本跟你無關啦 跟台灣也沒有關係啦 嗯 這個就好比人造衛星我不用通知你一樣啊 喔 那基本上是這樣啦 就是 這個是1980年中國大陸射東風5喔 那個時候是 這個叫全射劇啦 全射劇就是完真的喔 那 1980年之後中國幾乎都在內部射 喔 那幾乎都在西北地區嘛 或者是 內蒙 對 內蒙地區喔 那這次就是完真的喔 而且這個燃料可能沒有完全裝滿喔 所以他設定就是達到一萬兩千公里 嗯 那事實上他基本上可以達到一萬五吧 那你如果是在華北那邊射 尋著地球軌道 基本上可以達到紐約啊 喔 那個事實上跟 地球轉的方向有關啦 啊 你如果從華北發射就可以達到紐約啊 啊 所以 我覺得 比較耐人尋諱是為什麼選這個時間啊 啊 而且剛好選在 美國的義勇兵發射失敗之後 嗯 而且俄羅斯也失敗啊 因為最近 美國跟俄羅斯都做了長程洲際導彈的試射 嗯 都失敗 讓他這個時候射 那結果他成功 嗯 我覺得這個恐怕是在秀肌肉啦 嗯 那這個秀肌肉我覺得它有它的特殊的戰略的意義啦 嗯 就說啊 欸你們是不是忘了 我也可以射到你啊 那這個是一種戰略威懾啊 那就要讓美國好好想一想 你認為你第一島鏈第二島鏈你進得來嗎 我都可以射到夏威夷南部了 夏威夷南部事實上 這個大概就是 美國的假想敵射最遠的一次了啦 嗯 因為美國就是把中太平洋 還有這個以東都視為它的地盤嘛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大家不要低估這個戰略意義啊 我認為我們時間拉長一點 你可能就會看到美國的五角大廈 開始重新思考他在東亞的佈局啊 嗯 所以這個搞不好還跟台灣有關係啊 就是他跟中國大陸的那個軍事博弈啊 就等於是加入了一個變數啊 因為以前啊 美國內部一定有很多人啊 就覺得 中國大陸那是騙你的啦 都在內部射啊 因為1980年之後 44年 沒有搞過真的射啊 那這個是全社區讓你看到了 那我覺得會影響美國內部軍方的戰略的盤算 嗯 那接下來我們就會看到啊 他在亞洲的佈局可能會做一些調整 一片廢墟 那哪怕是這樣子的一個批評啊 他們接下來幾天還是要碰面 可是這個反映出來 川普對於澤倫斯基喔 至今為止最直白的一個批評了 那是不是也代表著共和黨現在對於 澤倫斯基的不滿呢 因為你看 澤倫斯基去到了賓州的彈藥工廠喔 引發了川普陣營的憤怒喔 就想說欸 這你是現在靠向了民主黨嗎 甚至呢 他們還覺得說欸 接下來的一些這種的外交部門喔 安排違反行政中立 甚至要呼籲澤倫斯基要解雇烏克蘭駐美大事 看起來共和黨好像不挺澤倫斯基了嗎 我們來問一下亮哥 亮哥怎麼看現在戰情 也不能說共和黨啦 就是川普啦 因為川普說他只要一當選 從11月5號之後 他就要開始獲選和談嘛 而且 川普其實選前很少人把立場講到這麼白的啦 所以你就割讓領土來換和平啊 這個就是以前馬斯克講的話嘛 那個特斯拉的老闆 可是他現在不割讓感覺失去更多了 當初如果頓巴士 我跟你講喔 烏克蘭現在內部的民調 65%反對割讓領土 尤其是軍人 軍人完全反對停戰 因為烏克蘭只要停戰 這些軍人就失業了 那他們現在是領美元的薪水啊 所以我跟你講這裡面有很多利益啦 那川普把話講到這麼白喔 我覺得就是擺明了 哲仁欣挺拜登嘛 就是他希望賀錦麗當選嘛 我覺得他一定會這樣做啦 因為那個 川普擺明了就不給錢了嘛 所以你看拜登就立刻開了一個支票說 我再給你80億 事實上11月5號之前會給嗎 我嚴重懷疑啦 我認為拜登也是選舉動作啦 所以我會給你80億美元 就好像歐洲啊 歐洲說歐盟啊 馮德蘭對哲仁欣說 我們會給你350億歐元 那請問給了沒啊 如果給 如果沒有給 如果給了啦 那為什麼烏克蘭的還要擔心發電不夠呢 就他的公用設施被破壞得很厲害嘛 那電廠修復當然要錢啊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現在是在玩政治啦 現在真正的 我們說真正的軍事是什麼 就英國你真的敢給烏克蘭那個 爆風引這個飛彈嗎 你真的敢給他打到俄羅斯境內嗎 這個才是真正的較量嘛 因為俄羅斯目前對英國已經開始放狠話了 還拍了個影片了 他說歐洲有核的國家 我就把你當做核攻擊 不管你是不是對我做核攻擊 那你就看著辦吧 那我認為法國不敢啊 因為這個導彈有兩個 一個是法文的一個是英國的 那英國說他要提供 那現在那個史萊茂又不講話了 所以我想這個才是完真的啦 那為什麼川普我會非常在乎啊 因為賓州有19票 大概就是正式總統大選最關鍵的州 那我認為川普是在做一個豪賭啦 他認為10月啊 烏克蘭的戰場會發生戲劇性的變化 那會對拜登非常不利 那當然不利就是對賀錦麗不利嘛 那川普為什麼會做這個判斷 我甚至懷疑俄羅斯會偷幫他啊 因為我講白了啊 目前就兩個這樣的戰場 會不會發生變數嘛 那拜登也希望 以色列你跟尼巴仁 可以停戰三個禮拜 都拒絕 所以我跟你講 現在納坦雅吳跟普京 就是拜登最大的難題 伊拉克跟巴勒斯坦現在也射了一些飛彈來攻擊以色列 巴勒斯坦的總統甚至講了一番狠話 就說這都是美國人造成的 我們來聽一聽 美國ARRY 殺了萬一的小孩 和孩子們的悲慘 這是什麼促使以色列 以往的抑鬱 我們來問一下亮哥怎麼看 我覺得以色列大概包括納德雅吳 也包括他大部分的民衆 這個民調可能有七成 就支持必其功率一億 就是用最短的時間 把哈瑪斯珍珠黨的力量給壓下去 那加沙你可以看到以色列 他占領了廢城走廊 那事實上他占領就是違法的 因為1975年 以色列跟埃及簽了一個協定 這個地方是要讓埃及來防守的 那結果他現在把人家占領了 那他也沒有要退 他用重兵防守 那加沙內部你也可以看到 他把大城市全部毀掉 然後現在要重建加沙城 那要讓以色列的屯墾居民進來 然後周邊建立緩衝區 這個邏輯跟以色列北部是完全一樣 就你剛剛講的 他要把離南地區要炸出一個緩衝區 那就是要把建物全部炸平掉 比照加沙 那到底有多大 有人說可能是30公里 30公里炸平了之後 以色列的軍隊就會進去 那這也是完全違反國際法的 因為2006年之後 離南地區就是 聯合國的違和部隊在那邊駐守 那以色列對埃及 對加沙的管理 那個廢城走廊 還有對聯合國的 違和部隊對離南的管理 都非常不滿 都說你們都管得太鬆了 所以導致哈馬斯 跟黎拜登珍珠黨實質上都變成老大 所以他決定要自己管 所以這次的本質應該是在這裡啦 所以以色列已經不管國際法了啦 我管你埃及怎樣 我管你聯合國的違和部隊怎樣 而且現在的聯合國的違和部隊 是中國部隊 結果以色列就在中國部隊前直接炸 沒有炸到啦 可是就在你面前炸 所以你就知道他已經什麼都不管了 所以這裡面當然最傷的就拜登啦 你去想一想 布林肯去中東多少次了 那現在突然之間承認 我完全失敗 所以你去想一想 這個國際會怎麼看你嘛 可是我認為這一種打法 它可能短期在戰術上 它是勝利者啦 可是長期你就是 跟周邊的力量全部節約嘛 我就跟你講它是一打七啊 對不對 你這個黎巴勒 伊朗 珍珠黨 伊朗 然後伊拉克 敘利亞 那個約旦和西安的巴勒斯坦政府 還有加塞安的哈馬斯 還有葉倫的胡賽武裝 一打七啊 嗯 那長期就會變成消耗戰嘛 因為這些力量不可能服氣的啦 嗯 所以只是我現在一時打不過你 那大家就看著辦吧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 這個美國的軍事專家其實 也用了一句話來形容啊 說你科技非常的精悍 然後戰術非常的凶 非常的準啊 可是你在戰略上 根本沒有一個局 可以穩住嘛 嗯 所以這個注定就是長期抗戰啊 嗯 以色列不可能 製造了這個局 然後其他人就算了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訊息這當中有什麼樣的秘密 又或者是呢 在這個時間點 講出這麼久以前的事情 再拿出來講這些秘辛 是想透露一些什麼樣的資訊 想要請教一下亮哥您怎麼樣來看 我們從以色列這邊來吧 他們直接轟了真主黨的總部 同時強調他們的領袖已經被擊斃 沒有啦那個老大沒有死啦 嗯 不過這個是大新聞沒有錯啦 就是他真的就直接打貝魯特那個地方 對 我覺得 納坦雅胡他的想法可能是 他希望能夠惹伊朗進來啦 那美國就一定會被捲入 嗯 所以他就是要鬧大 鬧大就是 讓伊朗美國都進來 然後他必其功於一役 離藍他就佔領了 就不走了 是 那等於就是在以色列北部 的北部這個離南地區 弄出一個緩衝區嘛 這個跟他打加沙 然後佔領的那個 埃及的邊界 費城走廊他佔領之後他就不走了 嗯 這兩個都是違反國際法的啦 因為離南是 那個聯合國的違和部隊在守嘛 然後 那個埃及邊界那個費城走廊 目前是埃及在守 那以色列都已經把人家打跑了 這個 實際上 我跟你講喔 武昌喔 所涉及的戰爭 聯合國很難處理啦 我們本來以為只有武昌嘛 嗯 現在才發現是武昌加一啊 加以色列 就以色列啊 就以色列誰被他幹 反正美國 到時候在聯合國都幫他否決 是 所以只要阿拉伯周邊國家沒有一個 足夠的軍事力量能夠抗衡 嗯 他就恨行無阻啊 所以這個在外面講一些什麼 我們是不是外交介入啊 那都沒有用啊 都沒有用啊 我跟你講外交什麼時候才能介入 就是你要有軍事當依靠嘛 嗯 那如果你的軍事力量進不來 或者你根本不想進來 比如說這裡面誰有力量進來 我講白了啦 就是俄羅斯跟美國嘛 嗯 我講白了連中國道路都沒有能力進來 對 對不對 因為俄羅斯可以脫回敘利亞進來啊 對 對不對 可是顯然他也不想啊 那這樣就沒有對手嘛 所以這個就要符合戰爭規律了 就這樣你要等到大家打累了 才有得談啊 就是他戰爭一定要打到一個階段 打不下去 打不下去了才有得談 這個很殘忍的 可是戰爭的規律就是這樣 比如說俄羅斯戰爭 就你一定要等他打完了 打到俄羅斯想一想不想打了 那那個時候那個談判的方案就會出現 那以色列跟黎巴頓這個還早了 我認為他現在還處於 能多戰多少 能多殺幾個算多少 所以就想方設法 看真主黨的那個 這個小指揮官啊 看能夠多殺幾個就算幾個 我認為還是這個階段 那在目前這個情況 黎巴頓大概就是挨打 可是我跟你講這個事情就會變成 長期對立的消耗戰 因為以色列你是一個只有八九百萬的人的國家 你周邊的穆斯林超過四億 真主黨跟哈馬斯 永遠都不缺心血投入啊 你知道假以時間人家又又活過來了 然後又要再跟你打 那 我覺得真正原因是因為阿拉伯國家不團結嘛 有錢的阿拉伯國家請問你們在幹嘛 你們有真的去制裁以色列嗎 連經濟制裁都沒看到 有在對岸又或者是呢 有在玩入股的人 大家都看到之後說 哇 真的反彈 沒有跌破兩千七我就叫你進場 老師在講我沒有聽丟筆 不過我跟你講 我不相信有人兩千七抱著一直到三零八五 沒有走 都沒走我不相信 所以股票都是這樣 這個其實你看到大媽進場你就要準備賣了啦 喔 這個就是差協同理論啊 如果差協同都準備要去開戶 那就是要跌了啦 而且這個大媽還說 年底漲到三千三 現在都已經漲到三零八五了耶 那到了年底不到10% 那她說月底啦 這個月底喔 她是說月底 她不會一直漲 她不會一直漲 而且我跟你講她主要就是 主要是因為外資跑得太久了 所以急著回籠開戶 所以很多都是外資啊 你不要以為都是散戶啦 不是啦 就是外資那個ETF都要建立部位嘛 所以就投資銀行 電話都接手都接得軟 都接軟啦 是敲大單的啦 就是敲大單的 就是她建立部位 所以那這一波當然是因為 她是三管齊下啦 她不只是股市 而且還有貨幣 那還有財政 所以三管齊下 可是這個要持續 還是要看她有沒有反應在消費上 因為我跟你講喔 貨幣現象 財政現象 還有譬如說降存準率等等啊 這個大陸以前都試過 那到最終消費還是沒有上來啊 然後那個民間企業的信用貸款也是沒有上來啊 因為這個牽涉到你對經濟樂不樂觀的問題啦 中國大陸真正的問題是消費低迷 投資低迷 所以她不得不用國營事業來帶動 就投資嘛 那出口是亮麗啦 可是就是有一些特殊的項目 可是我們知道GDP是三頭馬車嘛 那個出口是沒問題 投資 對不起大部分都是公營部門在帶動 那另外一塊就是消費 消費非常弱 那這個當然跟房地產有關啊 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一定要轉到消費開始有復甦的力道 然後民營企業願意投資 那時候股票才會繼續漲 漲破3500啦 喊到3500 這我有點心臟 可是有兩個前提喔